哈囉大家好 我是石雕創作家林哲宇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創作 前陣子有個客人詢問我 能不能雕刻他們家的愛玄晴天 因為晴天過世了 所以他希望以這種石雕的方式來紀念它 剛好我也很喜歡這種 很有故事性的創作 所以我就拍這部影片 來記錄一下愛玄晴天的雕刻過程 讓我們前往工作室吧 這次選用的石頭是南投中寮的石心石 質地非常的好 很適合拿來創作 先把底部切平 再把兩側多餘的肉都拿掉 畫上科基的輪廓 然後把輪廓以外多餘的部分都切除掉 鋸片切不到的地方就可以用敲的把它敲掉 現在換切出狗狗正面的輪廓 輪廓出來之後再進行細修 像是嘴巴跟舌頭的部分 再來修出眼睛 再來修出眼睛以及臉上的肌肉線條 把背的輪廓修出來 然後畫上四隻的草稿 還有科基最具代表性的尾巴 細磨狗狗的嘴唇 切割出毛皮的皺褶感 稍微的打磨以及刻畫出小狗的角 接著是磨去多餘的刀痕 讓紋理看起來更加的平整 刻畫出等會要落款的位置 稍微拋光可以讓落款更加清晰 譬如說 刀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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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石頭彩繪 是為了體現出科基的招牌毛色 让晴天拥有更高的还原度 好,那让我们来看看最终的完成品吧 最后感谢观看这部影片的你 喜欢这部影片都可以帮我按赞或是分享 也可以到我的IG或是脸书 里面都有不定时的作品更新 再次感谢大家